使命召唤黑色行动 大家好我是谷歌 这个光棍节献礼 我没有加片头不浪费观众的时间 我们直接开始游戏 既然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大作 那么我们就不浪费观众的时间了 我是做了字幕中文剧情 那么我们先来看吧 一开始就是在一个靠温室 老虎顿 看来这个 故事发生的年代还是比较早的 大概是冷战时期吧 这一则历史上却有欺人吗 讲的是古巴的事情 那么中南美或者说是 我想起前些日子玩那个 文章美和平行者了 现在我们的这个 好像思维有点混乱 还在脑海里面显现 浮现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估计可能 他是被注射了这种药物 土真剂之类的 然后在他这个 周围的信息的这个 刺激下 就回想起了那些事情 他就都说出来了 这种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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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你也有些人 你也有些人 你也有些人 你也有带出带 你也有带出带 你也只有在那裡 很好 你也有机会 拿到手机 現在 開你这 你老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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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从哪里 说句话说句话 说句话 够狠 那么我们就开战了 拿了这把应该是M16 还带有榴弹发射器 一上来最好把你的手枪 也检查一下 我们玩过各种教权官 什么要换的教权官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用教 这一代也就是将教学去掉 一上来就是非常激烈的战斗 这个时候会有非常多的警车来对我们这个进行攻击 我们可以使用榴弹发射器将他们直接解决 因为到后面榴弹用的次数也比较少 我选择的是普通难度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基本上这个不会发生像高难度下 这个敌人一高兴就把你一枪爆头那种情况 这个高难度 这个应该是较V难度吧 V难度是 连吃三枪你就得死 你要吃了吃了两枪还没缓过劲来就吃第三枪那肯定是要死的 区别就在这还有就是敌人对你的这个活力 非常猛 这些警车其实你的这个队友就已经很猛了 一些警察和特种兵相比呢肯定是不给力 给他赏一发 注意掩体 到这里要小心了 这里会有非常大量的警车过来攻击 然后把那条路主这时候的话当个火力追上门 非常容易这个就把你打挂 这算是第一个会死的点吧 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冲过来 然后我们看到Chick Quint走上角的自动保存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进车了 诶这个 这上那个小电风扇看到了吗 有没有这个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时候的这个车辆操作居然是交给玩家的 虽然说你可以稍微的操作一点 但是你什么都不做也可以 只要这个踩着油门按按着RT键 我这个是Expo360 手柄操作的 所以这个玩的比较渣 这个手柄玩的射击游戏 我就玩过一个光环 也没玩过多少 这个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是这样想的 不把游戏通关 然后再录 我是就是玩一关录一关 但是我要把这一关打熟 尽量给大家这个多介绍一些东西 但是呢我不看后面的剧情 这样的话有一定的新鲜感 这样我们和 我和观众们一起来这个了解 这个实名召唤黑色行动的这个剧情故事 可以上来这个 暴民浮调 还有一个是给我们的 靠近了以后按RS键 我这使用的是手柄默认操作 按RS键就是右摇杆键 就可以进行这个格斗攻击 其实操作的话 刚开始可能不适应 但是适应以后还是比较好用的 perfect you're all focused on the airfield convoy ahead do not engage 现在我们要配合着队友 不要随便开火吸引到敌人 我们要做的是慢慢靠近 现在我们是要撤离吧 看来是这个 塔罗斯他们的军队 哎 他的人马已经已经杀到机场了 吸引他们的火力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个 趁着这个其他的守卫空虚 我们就可以进入 按这个RS键 就是按下左摇杆是奔跑 按按下就可以了 不用按住 这里有个敌人 注意一下这个也是属于火力地窖门 但是还算比较简单 我们只要利用掩体 很轻易一个就可以把他们干掉 手柄操作的时候 是使用的自动瞄准 如果是这个金瞄的时候 是这个 自动将转型锁定到 这个敌人的腹部 是靠近胸部 就是差不多是胃部的那个位置 所以说他不能一枪之灭 你可能要多开几枪 如果想要爆头的话 你可能这个瞄准以后 要立刻进推摇杆向上 但是对于这个 跑动中的敌人 你想用金瞄的话 基本上是打不动的 因为他锁定目标了以后 他不会跟着这个目标一起走 他只会停到那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 这种蹲点 这个固守那里的敌人 这个可能会好用一些 因为我们自动锁定目标了以后 然后稍微轻轻推摇杆 就可以对他们进行爆头 这地上有一把喷子 虽然我比较爱用喷子 但是我还是选择备用武器是手枪吧 然后这把M16呢 因为有榴弹发射器 所以还是 应该是叫M16啊 这个武器我不是很了解 大家不要喷啊 大家可以在留言板里说说 给大家分享一下知识 这里固定 这个来两个送死的敌人 所以你在那蹲着手就行了 这里的话 建议直接从左拐 左拐的话 这里敌人的这个 就很稀疏了 如果我们先冲过去的话 这个敌人就不会建议队友 进行火力压制 否则的话 从旁边这条路走 跟着你的队友走的话 非常容易就是敌人 就是这个冲上来了 这敌人数量就比较多了 注意掩体 适当的情况下 一定不要说 就是总是用金苗 这个粗苗 金苗都交替的用 近距离的敌人 还是用这个粗苗好 就是端枪 不这个不瞄准 能射其实也是一种技术 这个比较远的敌人 就可以用这个金苗了 如果是跑动中的敌人 你想打中他的话 其实也没有必要 因为他跑动的时候 他打不中你 所以你也不用打中他 他固守的时候 你的枪法又比他好 像这种固守的敌人 都比较好对付 这个操作还是要练的 我这个第一关没玩几 这还有个漏网之鱼 检查一下武器 稍微看看 周围的敌人 有没有清干净 然后检查武器 准备进门 这个细节非常好 这个冲进去 两个人配合 那我再看看 太有看了 Target should be up ahead Roger 冲杯 其實描個大概就行了 不用描那麼準 這個錶子也是個 一定要都幹掉 裝死你也沒有錢 這裡又要注意 如果是在威南路線的話 也是一個比較容易死點 敵人火力也非常密集 所以我們這個移動的時候 盲射 不管打不打中目標 這樣的話他們就會不容易向你開槍 這也算是一個戰場上的一點 小常識 小知識 你用火力壓制的時候 給自己打一點護的移動 這樣比較好靠近 這裡也是非常激烈 我們要穩扎穩打一點一點靠近 粉底一殺也可以 主標衝太快 因為前面的話 敵人負責還是挺多的 當我們走過這個門口的時候 跟著這個應該是沃爾曼吧 跟著他走的時候 這個是武漬 看這個有殺門打開會進來大量的敵人 這時候我們準備一發榴彈 一發打下去就都解決了 敵人蹲一個角 看著這個交叉火力的話 這樣敵人就看得都比較清楚 比較容易清淡 再到這裡的話 就進入敵人的基地了 這裡的話 敵人的火力也是非常密集 我們要這個 不要硬上 因為這個卡洛斯他一會兒他的這個友軍 就會過來給你進行這個火力支援 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這個 隨便打打就可以了 保住面 沒有問題 先等卡洛斯 我們把槍換回去 來 來了 我們看這個這麼多的火箭彈 在這裡我們其實要做的就是等 沒有什麼事情 還有一個BTR 這裡一個裝甲車的話 我們也不用硬上 我們等一會兒 卡洛斯他們會幫我們幹掉的 在這等著就可以了 保住命 小心周圍的這些敵人的這些殘党 這一個 我過這裡 我想起這個野球生之樂堂場那一道 來 接下來的話 就是基本上沒有什麼這個容易死不了 即使在微膽度下一樣 雖然我們看這個狀態 這個火炮非常猛 但是我們一路衝啊 一般是死不了吧 這個人品在50% 左右都都不可以死 一路衝就行了 嘿 我跑第一名 哎呦 這個 這個不公平啊 我衝到前面給我一炮 來到這裡 我們會這個 操作的重機槍 這個重機槍是沒有這個 不會過熱的 所以我們可以一直爽開 哎 也是 從裡這個 如果是遠距離 你想打金的話 再用金秒 近距離敵人的話 還是用粗苗吧 相當的油桶啊 敵人比較密集啊 這樣的 像這樣距離比較近了 我們就用粗苗 這個子彈散射 而且這個射速這麼快 非常容易就冒到 哎 這個 這個威力真的非常大啊 這應該是什麼槍 看的子彈口徑也很大 反正這個打一槍以後都打打 打成碎塊了 哎 這個 後面這些不以打人為主啊 打這些軍事設備 像什麼這個卡車啊 油罐車 或者就是炮台 哎 這些ZPU住的自槍台也是 還要幹點 還有這些小木屋 在野上還有一個自槍台 看來這個 PCNN 犧牲自己還要幫我們打出一條路 每一個人都打算 每個車都打算 三隻手都打算 卡斯特罗 这几个历史确有欺人 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白度一下 觉得我这个翻译要是不好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作为一个高中以后 隐隐就没有及格过的人 所以你们要是喷翻译的话 这个我脸皮厚 本身隐隐就不好 我是百度游到这个谷歌什么都往上上 那么好 我们这一段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